男人出了车祸 围观的路人却没有一个来帮他 他的妻子和女儿被压在车子下面 妻子昏迷不醒 女儿声音微弱地向他求救 他想把车子抬起来 但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 他大声向街边的路人求救 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 路人们的脸色各异 他们有些人害怕 有些人庆幸 有些人冷漠 他们神色不同 但相同的是 他们全都没有伸出援手 他因为头痛摔倒在地上 此时车子在他的面前爆炸 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女离他而去 但他不能做任何事情 只能在地上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在那之后 他开始自称是超人 他常常穿着一件花衬衫 会免费帮人找回走丢的小狗 他会帮老奶奶搬费品 会抬着残疾人上楼梯 这天他就下了一个 差点被车撞死的女人 女人刚缓过神就向他求助 女人的包被偷了 他一路追着小偷跑了很远 他自称是超人 但却不会飞 可是体能却出奇的好 他把小偷逼停在路边 然后和对方扭打在一起 虽然最后小偷逃走了 但幸好女人的包留在了原地 女人来和他道谢 他嘴里却说着奇奇怪怪的话 他接受了女人的感谢 但是他不知道女人其实认识他 也不知道女人打算接下来要利用他 女人叫秀金 是一家电视台的资深记者 但是在电视台工作那么多年 秀金早已对这份工作厌烦 工作内容是做人物纪录片 记录那些坚持做好事的人 为了营造节目效果 节目组会用石头砸掉鸟窝 纪录片的主角会及时出现 热心的救治受伤的小鸟 秀金不喜欢这种虚假的感动 于是向老板提出辞职 老板不愿意让他走 还说最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 新人物是一个热心的傻子 用他当主角收视率肯定会很好 但秀金没有答应 他早已找好了下一家公司 下家公司想让他去拍动物纪录片 拍摄对象是真实的非洲狮子 秀金去意已决 在和老板大吵了一架之后 他拿走了公司的相机 用来抵消拖欠的工资 但是在联系下家公司时 他却被放了鸽子 节目组的导演在非洲被狮子咬了 节目也暂停了拍摄 他坐在车站里犯愁 可就是一个闭眼的功夫 他的摄像机就被人拖走了 也就是在追小偷的时候 他遇到了自称超人的男子 他叫来了公司的同事 打算拍摄这个超人的真实生活 他知道超人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傻子 所以他肆无忌惮地跟在超人后面采访 超人说自己来自克星 是人类的好朋友 像逗傻子那样 他面带调侃地问超人 为什么没有超能力 为什么不能飞上天 超人告诉他 这是因为宇宙恶魔 在他脑子里植入了一颗克什 克什抑制了他的超能力 也会让他的脑袋时不时产生剧痛 但超人随身带了口香糖 这种糖可以缓解他的痛感 似乎是难得遇到 有耐心听他讲述自己身事的人 超人把秀金当成了同伴和朋友 之后 秀金会每天跟着超人拍摄 他看到超人会在大街上倒立 他问超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超人说他再把地球推离太阳 这样就可以防止地球变暖 超人会潜伏在禁止投放垃圾的地方 吓跑那些乱扔垃圾的人 超人有时会进入战斗 把气球当作入侵地球的怪物 但仅仅是这些事情 节目的看点还远远不够 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 秀金开始在节目中作假 他会安排人假装小偷 然后拍摄超人追小偷的场景 会让同事在脸上抹上番茄酱 在超人面前装作被车撞到 这是一场骗局 但超人并没有发觉 并且还乐在其中 他只觉得被撞的人真有生命危险 只觉得应该快点送人去医院 如秀金所愿 他派的超人记录片火了 观众们很爱看这个超人 并不是因为他们崇拜超人 仅仅是因为他们爱看热闹 仅仅是因为他们爱看傻子做傻事 与懂事的大人不同 天真的孩子相信超人的存在 孩子们崇拜超人的无私奉献 崇拜超人的热心善良 所以孩子们也都幻想着 长大后变成超人 也很喜欢这个自称超人的男子 拍摄结束后 对于秀金来说 那个超人失去了利用价值 在庆功宴当晚 秀金喝了很多酒 所以在第二天 超人打给他的电话 他也没有接 但是当他醒来时 发现超人居然出现在他面前 超人说 当初约好了要每天一起消灭坏蛋 为什么今天不来了呢 超人还告诉他 在家睡觉一定要锁好安全帅 虽然很不情愿 秀金还是被超人拉到了外面 超人说井盖下面有怪物 他昨晚明明和怪物搏斗过 就在超人疑惑怪物为什么消失时 一个小女孩走了过来 小女孩就住在旁边 也是超人的好朋友 秀金因为喝了酒想吐 女孩的问题让他哭笑不得 女孩的妈妈就在楼上 他不准女孩和超人一起玩 因为在大人眼中 自称超人的男人是神经病 谁也不愿意让孩子跟他接触 小女孩离开后 超人的头又痛了起来 但这一次 他的口香烫已经吃完了 秀金把他带到医院 发现超人的头骨里 真的有一颗石头一样的东西 医生不能确定 那颗石头是什么 要拍清晰的CT才能知道 但不知道为什么 超人似乎很害怕医生 直到在秀金的安排下 医生和护士穿上蓝色毛毯 伪装成外星人 超人才接受了治疗 产生了好奇 明明不是一个正常人 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 要帮助别人 他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所以他直接问出了这个问题 秀金跟着超人来到 一处废弃的建筑 这里是超人的家 家很破烂 超人一直在自言自语 超人看起来疯疯癫癫的 但秀金慢慢对他有了好感 他残破的外表下 有着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 这份纯粹的善良 显得他和其他人是那么的不一样 他眼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那是其他正常人所没有的 之后 秀金决定认真记录超人的生活 不再是为了收视率 也不再是为了赚钱 超人和女孩在天台上打羽毛球 他们只有球拍 羽毛球是他们想象的 打到一半时 女孩让秀金帮忙捡一下 掉在地上的球 秀金有些失神 此刻他很享受和超人待在一起的感觉 但就在他失神时 超人已经站到了天台边缘 超人张开双臂 似乎想要飞翔 但秀金知道 他不是超人 也不会飞 所以不停地劝对方赶快下来 你的脑子里有刻石 要把石头取出来才能飞 超人很开心 因为秀金相信他能飞 所以他和秀金做了一个约点 等我能飞上天的时候 我一定会带着你一起飞的 超人没有食言 约定好的时刻说来就来了 这天秀金和超人参加节日庆典 看得出来超人很开心 因为他遇到了很多同类 当人群聚在一起时 超人站上舞台 摆出了飞翔的姿势 超人向前冲刺 一跃而下落在了观众的手上 台上的秀金专心记录着这一刻的美好 但他一步留神也掉下了舞台 秀金也落在了观众手中 无数只手推动着他往前 就这样 秀金和超人完成了一次特殊的飞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好只是暂时的生活终归要回到现实 之后没多久 超人又一次发病了 他在和一台挖掘机战斗 因为他把挖掘机当成了怪物 超人想要破坏挖掘机 他引来了警察 警察用水枪驱赶他 那场骚乱之后 超人突然消失了 秀金来到超人的家 在这里找到了一家精神病院开的药房 他来到精神病院 这里到处都是和超人一样的病人 他知道超人被抓回了这里 所以问院长会对超人做什么 院长说可以让超人保持原样 也可以用镇定类药物帮他恢复正常 但似乎超人不愿意恢复记忆 所以他总是把这里的医生当成他的敌人 秀金在医院的后山找到了超人 他会像朋友那样和超人打招呼 会接住超人递过来的兔子 他看得出来 超人很高兴和他在这里相遇 但一路上他都没有说话 他心里再做一个决定 他决定要让超人变成正常人 他心里想着 超人变成正常人之后 就可以好好生活 就不会再想要跳楼飞翔 就不会再做出和挖掘机 打架那么危险的事情 所以在后山 秀金连哄带片把超人绑在树上 他说你脑袋里的不是克什 你也不是超人 你不会飞 你更没有超能力 你只是一个失忆的病人 超人不能接受这一切 嘴里说着当初不是说好了相信我吗 就在超人情绪失控时 精神病院的医生来了 医生把超人团团围住 强行把超人带回了精神病院 在被迫治疗时 超人的记忆慢慢在他脑海苏醒 小时候 他的父亲在一场动乱中被杀害 他的脑袋也中了一枪 他侥幸活了下来 长大后娶了妻子 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是在开车送妻女回家时 他遭遇了车祸 女儿相信他是超人 相信只要自己数到一百 超人就会来救自己 但是直到女儿完整地数到一百 超人也没有出现 女儿 他恢复了记忆 但记忆里的一切全是痛苦和无助 他想起了自己不是超人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叫李贤士的男人 那时的路人神色冷漠地看着他 此时的医生也像那时一般围在他面前 此时此刻的场景恰如彼时彼刻 他之所以失忆 只是因为他无法改变过去 也不敢面对过去 他变成了正常人 有病人在他身边倒地抽搐 他如同其他人一样 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若无其事地吃饭 出院后 他熟悉的街道发生了火灾 地点是当初他觉得有怪物的地方 被车压住的人向他求救 但他没有出手帮忙 他神色木讷地站在人群里 和大家一起看着起火的大楼 一个小女孩被困在楼上 那是曾经把他当成超人的女孩 女孩的母亲求他救人 但他犹豫了很久 还是没有磨动脚步 他现在也会怕有危险 也会怕进去了之后再也出不来 看到女孩的母亲冲进了楼里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赶来的秀金来找他时 发现他正在人群外用水灵尸自己 秀金拦住了他 嘴里说着消防员很快就到 此时他虽然是一个正常人 但他还是决定要救人 他说过去无法改变 但是他可以改变未来 他问秀金还记得我是谁吗 秀金呆呆地看着他 很久之后他慢慢回答 你是我的朋友 你是超人 他冲进冒烟的大楼 救出了昏迷的女孩母亲 他又来到翻岛的车面前 准备抬起车救人 他并没有变成超人 只是他的身后多了一群和他一起抬车的路人 在上楼前 他把钱包给了秀金 说里面有他最后的任务 随后他没有犹豫 又一次冲进了大楼 四周是火焰和烟雾 而门锁又特别的烫手 他像以前那样 幻想着自己嘴里吐出寒冰吐息 但实际上 他是忍着灼烧的刺痛打开了门 他抱着女孩想下楼 但火是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坐在窗前想着当初没能救出的女儿 想着当时的绝望和无助 这时他看到了墙上女孩的话 他想起来了 他是超人 他没有犹豫 抱着女孩从高楼上跳了下去 路人们把他围在中间 这一刻他是英雄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他摆出标准的起飞姿势 慢慢飞向了天空 画面闪回 实际上他并没有平稳落地 周围的人也没有对他欢呼 他也没有起飞离开 但和幻想唯一相同的是 他怀中的女孩毫发无损 他已经丧失了意识 鲜血慢慢从他脑后流出 他的笑容很灿烂 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笑容 最后被送到医院的李贤士 已经没有了呼吸 绣经打开贤士给他的钱包 里面是一张器官捐献卡和一个发卡 原来在很早之前 贤士就已经决定把器官捐出去 而那个发卡是当初绣经送给贤士的 还同时的我们 或许都曾幻想着变成屠龙少年 可长大后 我们既没有成功屠龙 也没有变成恶梦 我们只是渐渐变得频繁 变成了屈服在恶龙淫威下的普通人 普通的我们擅长明哲保身 普通的我们擅长做自己本分内的事情 或许就如同超人所说的 如果长时间不去帮助别人 可能真的会忘记如何去帮助他人了 我会可以试试发生的那种感谢 我会忘记吗 是在对时间里面的事情 我会忘记吗 我会忘记了 你会忘记吗 然后我会忘记吗